主料,面粉2碗,绿豆芽,黄瓜,花生,普料,辣椒油,芝麻酱,盐,糖,芝麻油,五香粉,泼面,洗面筋,切锅面筋的水流下,沉淀3小时,倒掉上层清水,流下浓浓的面浆,凉发均匀待用,找个平底的盘子护盆,最好是不锈钢的,倒热块,实在没有就用平常用的盘子, 底刷一层油,倒入1毫米厚的一层,放在锅里蒸熟,月移到2分钟,糯面皮开裂,则说明面胶太浓,去加水,面筋蒸熟,切成小块,蒸好的面皮切成条,绿豆芽在水煮熟,黄瓜切丝,花生炸好切碎,所有食材加上辣椒油,芝麻酱,芝麻油,五香粉,搅拌均匀,佐料可根据个人口类调料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